参议院总统22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北美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 总统在致辞时表示 最近有许多乡亲在全美各地举办记者会 并写信给国会议员与官员 甚至亲自前往日内瓦 就是要让美国各界及国际社会 重视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必要性 卫府部长陈时中也正带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在日内瓦 争取所有可能的对话机会 要让全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 并看到台湾依偎的专业能量 总统指出台湾无法参与WHA 当然是因为对岸的政治干扰 北京当局用政治手段将台湾排除在全球防疫网外 这不仅无助于两岸的关系 对于全球防疫的体系也是一种伤害 另一方面 中国大陆要求各国民间公司 更改台湾名称的鲁莽行为 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毫无主意 总统说 我也注意到这一阵子以来 中国大陆方面不仅是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 还经常以强迫改名的方式 干扰各国的民间公司 要求更改台湾的名称 我要再一次强调 这种徒增反感的鲁莽的行为 不仅对改善两岸关系毫无帮助 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毫无注意 总统表示 他不仅要严正地告诉中国大陆 立刻停止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作为 也要再次表达台湾政府的立场 他强调 参与国际 走向世界 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台湾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孟平 在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